脚支撑着整个人体 而常年累月下来容易出现毛病 而医师表示脚跟痛 就是长期使用过度运动最常发生的问题 而当一开始有脚跟痛的情形 要先开始休息 使用鞋子辅具改善脚底的支撑力 如果更严重的话 要透过药物与复健治疗 才不会造成更多的慢性问题 随着年纪渐长 常年累积使用不少人开始有脚跟痛的情形 医师说这表示该让你的脚休息了 其实一开始最主要还是先休息 对啊 通常休息讲起来很简单 不过做起来它也最难 因为大部分都要工作 因为生活关系 大概没办法往前休息 而且脚跟的话 每天都在走路 也很难完全休息 那只能说尽量减少会使用到的机遇 让它有机会可以修复一下 除了休息还要透过鞋子 辅具等改善脚底支撑力 痛的情形严重的话 还必须透过药物和复健治疗 常使用 使用越多越有机会 通常是工作上 每天站立一直走动的人 那或者是跑步 跑步也是比较常发生的 另外的话就是肥胖 肥胖、脚跟 平常是那种 原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正常的脚底 像扁平足 或足弓很高的人都比较容易发生 治疗不会说非常麻烦 只是需要时间 通常一开始还是吃药为主 休息加吃药 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之后可能再加上一些复健的动作 在家可以自己做 最后真的不行的话 才是一些侵入性的治疗 就是穿那个比较好的鞋子 有样缓冲的鞋子 减少它的刺激 可以预防它发生 另外的话就是旁边小腿肌肉 这些可以训练一下 医师表示一旦发生脚跟痛 要适时休息减缓逐步压力负担 以免因为脚跟痛不良于行 而造成更多的慢性问题 接着我会幻视报导